如果白白说一晚五次 建议关心他的身体情况 如果每晚起床去厕所 次数超过等于两次 那个人可能有夜尿症 夜尿症的原因有很多 例如睡觉前喝太多东西 包括水 咖啡因 或者酒精 又或者可能吃了某些药 有些的病 或者膀胱问题 都会引致有夜尿 前列腺肥带是常见的原因 量性前列腺增生 在上年纪的男士是很普遍的 有中国的研究人员 找了14篇文章做了回税的分析 翻查了1989年至2014年 在中国大陆前列腺肥带的盛行率 看看个表 60至69岁 年龄早 有44.7% 有前列腺肥带 70至79岁当中 58.1% 而80岁以上去到69% 即是差不多七成 这个趁仔小小频道 就是用小小的资源去fact check大大的话题 然后向大家报告 大家留意 在萤幕下可以按字幕的 旁边有个齿能的按钮 可以教4K的画质 也可以选择播放的速度 如果你嫌我讲夜晚 可以教1.25和1.5倍 最后记得CLS comment like 和share 证仔小小频道 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IPSS 是一个供应森检工具 IPSS 是用来帮助患者和医生评估排尿病征有多严重 一共有8条问题 问上个月的症状 前6个问题包括排尿不清 尿频 排尿短俗 尿急 尿流无力 排尿肺力 每条问题评分由0到5分 第7条是问野料的次数 第8条是问生活质数的影响 好 现在可以去资料栏 我放了一些列结 去IPSS的问卷 印个PDF版本或者线上的版本 然后继续看这条片进行评估 第一条就是过去一个月中 你是不是有未能将尿排尽的感觉 如果没有就是0分 少于五分一时间就1分 少于一半时间就2分 大约一半时间就3分 多于一半时间就4分 几乎每一次就5分 第二条在过去一个月里面 你是不是在 阿尿之后两个小时内又要少扁 你可以在0至5分里面选一个 0是没有 到5是几乎每一次都是 第三条在过去一个月里面 你是不是在阿尿的时候 尿流短短续了0至5分 第四条在过去一个月里面 你是不是会感到 引尿有困难 第五条在过去一个月里面 你是不是有尿流势药 尿流无力的症状 第六条在过去一个月里面 你是不是需要用力才可以开始 在过去一个月里面 你晚上睡着觉醒去小便的次数是多少次 0 1 2 3 4 还是5次以上 然后将刚才7条问题的分数加起来 通常0至7分为轻度 8至19分为中度 20分以上为严重 中度或严重建议看医生 医生会问病历 检查身体 用IPSS进行评分 以及会进行尿液的分析 陈仔提示 第一 如果八百说一晚五次 建议关心他的身体情况 那个人可能患有夜尿症 第二 夜尿症的原因有很多 不一定是前列腺肥大 但他是上年纪男性最常见 第三 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IPSS是一个供应的西检工具 第四 如果怀疑八百有夜尿症 关心一下他 用IPSS问卷和他聊聊天 有问题 建议提医生 多谢